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陸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和朋友 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最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好 上集醫生和我們分享到關於打絲益的個案 有些人是嚴重到直接用同類療法去治療 大家都上一集 我們都講過關於打絲益 打絲益雖然是很普遍的問題 但在上次我們都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這是Bernet醫生的個案 似乎不同的情況 譬如有一個打絲益 就是因為與子宮的毛病有關 我也說如果你的打絲益 就是因為你是孕婦的打絲益 另外一個個案 她的打絲益是因為吃了什麼 吃了那些甘雞腊的藥 導致吃了之後 導致她打絲益了十年有多 因為吃了之後 所以這個不是普通的打絲益 是一個當時困擾了很久的 第三個個案的打絲益 就是和種水斗有關 所以當時Bernet醫生 第二個是用Negmer 用鹽 第三個打絲益是用Suya 其實是視乎不同的起因 就會用不同的療劑 即是同一種病有不同的成因 都要用不同的治療法療劑去治 沒錯 我們中醫也有說 叫做同病意志 另外有一個常見的問題 醫生 那些人經常咳咳到失聲 喉嚨痛又會失聲 那些人唱歌唱得多又會失聲 說話說得多又會失聲 那用同類療法是怎樣治療的呢 即是失聲也可以這樣說 大部分人都經歷過的了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說 我從來沒試過失聲的 那Bernet在她另外一個個案 是第十三個個案 她就聚述她這方面的經驗 那她說有一個多有名氣的高音歌手 那她就找Bernet醫生 就是醫治她的失聲這個問題 嗯 那她看到她的喉嚨裡 那她的喉嚨裡 有些水泡在裡面 有些水泡在裡面 而且沖血也很厲害 那相信她認識那個療劑 她也聽過的阿尼克那種 阿尼克生甘草 通常用於創傷的 對阿尼克生甘草 那當時Bernet醫生 就試過幾個療劑 都沒有效 她的失聲也處理不到 那她最初就開始想了 她說呢 這個是一位歌手 一個高音的歌手 那會不會呢 她是因爲那個 陰帶過度用到疲勞呢 同时他见到病人的颈部有些浓泡 有些浓头的暗瘡 他见到另一个症状 于是他用酮尿剂的生甘草 根据阿尼克用一些人过分疲劳 过分用力、过度用力 导致声带失声 阿尼克还有一个症状 有皮肤单独的症状 他用了这个症状 有人问他说 失声很狡猾 又不会死 但他是歌手 Bernard医生说 很多时候有些人对同流疗法有种错觉 他认为同流疗法是专医死症 人们不能治疗病 其实我要说清楚 同流疗法从来都没有这么说 专医死症 但当然同流疗法在医疗疾症来说 比其他很多医疗更加好 你有没有听过印度国父坚地? 他说他所认识的医疗中最有效 最广泛的医疗就是自然疗法 就是同流疗法 同流疗法是他所认识的医疗中 是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 即他能够医疗的问题 其实是最广泛的 所以什么叫做医不到呢? 什么叫做没有得医呢? 什么叫做死症呢? 即是Bernard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胸膜炎 当时很多名医看过之后都医不到 记住Bernard本身是一个西医 当然他找过很多很多当时出名的医生 都最后都说这个病是没有得医的 incurable 结果就用Bernard 勾处用的疗剂 还没帮他医好 他说什么叫做医不到没有得医的病 其实是视乎医疗工具是什么工具 在同流疗法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一般的医疗认为是疑难习症 其实同流疗法很多时候都医得到的 Bernard医生说 我们不是说其他医疗完全没有价静 只不过很多方面同流疗法是优秀过很多的 嗯 袁医生 一般人认识的Anika 通常都是用来对付创伤 撞伤 过度粗劳 刚才那个案例 那个人除了失声之外 皮肤上也有些隆瘡 其实Anika 是否对皮肤病都有帮助 其实Anika 生甘草 其实是一种草药 但它也有一些毒性草药 我们通常是使用Anika 如果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是用草药本身 当你吸收到皮肤 它会令到皮肤出现相当严重的 我们叫做单独 就是又红又肿又出浓瘡 那样的 那就是说 在生草药里面 生甘草是有含有毒性的 那如果你是接触到皮肤呢 那是真的令到皮肤出现 我们医学上叫做单独 那当然 那是否会很严重呢 那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在同类疗法的经验 就是用那个同类伤子 对吧 既然生甘草Anika 是可以引发到皮肤的单独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一个症状 是好像类似单独 即是有红又有些农瘡 有些发炎的时候 那同类疗剂呢 那个生甘草就可以治疗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类伤子的原则 但是Anika的症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皮肤诊的分布 有时候会出现对称 那这个就不只是Anika 或者生甘草的症状 其实很多时候 有时候那些敏感性的皮肤问题 有时候会看到有对称 为什么对称呢 就是左边 右边手的手背或者手臂外側有 那接着呢 你右边的手呢 又是那同类似的地方 就好像一块镜 即是中间一块镜 那两边都是相似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 我们的神经系统是两边的 我们脊椎的神经系统走出来 都是左右同平均的 那其实很多的症状呢 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呢 就是受影响于我们的治疗神经系统 那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症状 那Anika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症状 那你见到一种单独的症状呢 尤其是呢 它的分布的情况呢 就是有对称的 那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呢 就因为呢 是劳選 疲劳 累啊 搞到免疫能力差了 那皮肤就爆了出来呢 那你就可以考虑呢 用生甘草这个 嗯 明白 好了 那Panet呢 就继续了 一封一封信地写给他 那他下一个呢 就是说他那个 另外一个经验呢 就是医什么呢 那 他说呢 我现在就说一个例子 就是有个叫做 一种叫做 Quincy Quincy 是一个旧的医学名 是什么来的呢 是一种扁涛腺的州的那些农种 就是说呢 你的扁涛腺发现呢 又种得来呢 是波门那些农种 那这个呢 是一种旧 就是 一个古老的医学名 叫做Quincy 那当然了 今至今日呢 我们很少有机会呢 遇得到这些症的了 因为呢 如果有个病人 那些病人才发大 是布满龙头的时候 一般的 一般的 会怎么样 一般生意的 那一般的 那一般的 一定用抗生素去禁止了 对吧 所以呢 如果呢 是不是一定要用抗生素呢 那在 Bernet的案子 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 急症 那那人呢 直接用电报去找他 这个病人在过去连一滴水都无法喝 过去十二个小时一滴水都无法喝 就算你给他一些苹果汁或者桃提子汁都不可以 你知道多严重 他不单只饿死,他只会渴死 连滴水都无法喝 结果Bernard医生给了一个疗剂叫做Berita Carbonicum Berium Carbonate 贝是贝,Berium Carbonate 是碳酸贝,Berium Carbonate 是碳酸贝,即是碳酸贝 是治疗这一类的扁桃腺大到死 带出浓头的这种这样的扁桃腺 当然在香港人里面 我们都在小机会见到 一般人因为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有点炎症发炎 通常就快被抗生素禁止了 但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遇过很多病人 虽然你是用了药去禁止它 但很快它会很快爆发 你那头禁止之后 然后没多久它又禁止 没多久又禁止 所以用同学疗法医治的好处 其实你医治之后 其实它就不会再复发 就是真正正的根治 就是治疗了根源 同学疗法医治是另一个层次 一个层面是更深入的根源 所以用同学疗法医治的案例 很多时候真的好了 不会再复发 那它所用的疗剂呢 就是barium carbonicum 就是carbonate barium carbonate 是一种炭酸背 对那些很严重的 发烧龙头的扁涂腺发炎 是很有效的 明白了 好 那继续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 另外一封信 它就写出来 就是说 你记不记得 我之前就说 用那个 用那个盐 是吧 来到医治那个 那个打湿液 那样 那另外一个个案例呢 那这位是一个 一个行船的人 29岁的行船的人 那他呢 那他呢 就整天都有那些药疾病 就是药疾病之道 发难发疑 那一天呢 就可能会出现两三次的 那跟着呢 他就会咬咬咬咬咬 就是咬咬很多水的 那他当时呢 他在印度的 的凯尔卡塔医院那里呢 就住了 入过院 那住了 三个星期 那也都是 就是吃了很多 就是嘔吐药 那个 吃了一些 补补药 和那些 甘筋链伤 那就是说呢 那印度呢 是感染了药疾 那你知道 香港呢 都最近有时候 时不时呢 都觉得那些人 都要小心 登革烈 还有药疾病 那但是登革烈为主 有些蚊虫 那其实呢 在药疾病呢 在地球上呢 仍然很多人死在药疾 譬如在 非洲那样 那非洲呢 其实药疾病 都是杀人无数的 虽然有很多 所谓的西药 存在 那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都救不及的人 都很多的 那这个病人呢 就很明显呢 就在那个 在印度呢 就感染了 那就在 在医院里面呢 卡里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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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里国特医院呢 是医了三个星期呢 那接着呢 就要回到英国了 那这个你知道呢 早年呢 这个是百多年前呢 那他那个旅程呢 海上的旅程呢 差不多成五个月的 哇 这么夸张 是的 那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头三个月呢 那过程里面呢 他差不多每个星期呢 起码有 然后两次到五次的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发作 就是高烧的发作 很惨啊 是的 那当时呢 那在船上的医生呢 那肯定呢 就给他什么呢 就给他吃那个 全Tuna Park 就是那个 金鸡蜡的树皮 那这个其实 今时今日的西药呢 其实都是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方法的 好了 那么 虽然呢 就用金鸡蜡呢 是按了他的那个 那个烧了 那接着呢 就后遗症出现了 那他什么后遗症呢 他就经常觉得呢 那肋骨 右边 即 肋骨下面 右方呢 就经常都很痛的 嗯 那他就不能够 睡在 他不能够睡在 在右边的 OK 他右边他是睡不到的 那么 还有呢 他就 那个小腿呢 小腿呢 都痛得很厉害的 那又硬啊 又僵紧啊 又硬啊 又硬啊 那这样的 那么 而那个右边呢 他连右脚呢 又弯 身弯不到的 他也都不能够伸展他 也都弯不到的 那就是他虽然呢 就按了个症状之后呢 那他剩下来就是这个 好了 那么 那 最初那三个月呢 就用那个金鸡蜡蜡 按了 接着下来那两个月呢 又记住 他在海上了整五个月的时间 那这两个月的情况呢 就可以感觉呢 就 就是 受到这个问题的 潜扰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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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 在那个 守披披抺仇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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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都是很泥色,有点红,带红 大便虽然都是正常的,但皮肤都是黄褶色,还有很多黄胆 那你知道,药质是攻击的地方是攻击我们肝的 所以它痛在右边,很明显,它痛的部位是在肝的部位 所以它不能够扎着右边睡觉 它过去一直喝了很多啤酒 病人医生叫它暂时停止,或者喝少一点,始终酒是伤肝的 这个症状可以看到,跟上次所说的打尸益 有些伤似的地方,都是跟金鸡纳双益的药有关 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个病人也是,医生叫它一开尸益鸡纳双药 医什么都好,当时是一个常用的药物 那它就会打尸益的,最后那次就连续打了十年 因为医生也不听它说,没有可能的,没有可能的 又开,叫病人打尸益,打了十年 现在这个案例也看到,病人接受过用金鸡纳双 因为金鸡纳双始终医治药物是经常应用的 好了,结果用了金鸡纳双之后 在三天之内,它那种脚的痛,和身体的旁边痛是完全没有了 还有那个小便,那方面完全清晰了 好了,到第四天,它左边的小腿又痛回来了 那就是,然后它就继续用一用疗剂 那很快,它就完全没有了痛,没有了肿 可以正常是不需要拐掌都好了 那它说,到5月4日左右,5月27日,5月4日左右 那它说,就差不多好了,好了 只是左小腿有少少肚,走路的时候有少少痛 那它的面色都很好,看上去都不错 那实际上就不用拐掌,就走到医生的房间那里 那它说,几个晚上之前,我突然之间有少少发冷症,又出汗 那些是跟那个药疾病的症状有关的 那Bernet医生就继续用盐的药,来继续处理它 那就是说,盐这个疗剂在应用程度是很广泛的 那在我自己过去经验,我都试过那些病人曾经有药疾病 又曾经接受过西医的治疗,很明显是用药,用那个甘基纳伤 那结果呢,有些后遗症,那我都用盐型那个疗剂是跟着过的 Bernet医生是讲的很多年前的,是吧? 百多年前 其实今次今日呢,我一样用这个疗剂是帮助它的 那刚刚刚说完盐,原来这么简单的盐可以医到这么严重的病 那医生,盐是否还有其他症状可以医到呢? 好了,根本就跟着在第十七个个案里面,第十七封信 他就说有一个个案就是用盐的 几年前,伦敦就有一个那些奥特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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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当然了,他爸爸已经出了什么方法都帮他试过了 用了很多钱去医的了 那其实呢,他们在其中帮他医的医生里面呢 也都有一位同学疗法医生的 但是呢,这位同学疗法医生呢? 好了,Bren就发现这个女士的神经疼痛 那这种疼痛呢,通常在冬天的时候会差一点的 就是天气一冬就会差一点的 还有呢,近海呢,就是会差一点的 就是他走去海旁啊,他会感觉差一点的 那如果离开海呢,进回内陆呢,那就会舒服一点的 那或者是没那么严重的,没那么严重的 那当痛的时候呢,他就会飙了眼泪水的 那结果Brenet就用什么疗剂呢? 用一只盐的疗剂,用6C的盐呢 那叫他一天浸在水里,叫他一天吃三次 那大概三个礼拜之后呢,这个病就完全好了 那就是Brenet说呢,这个呢,就是用盐来治疗 这种这样的神经痛呢,就是我第十七个原因 我为什么会成为同类疗发医生 原来是这样 对了 好,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袁医生继续和我们分享 哎呀,你轮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自然疗发与你 刚才听过医生说的案件 原来同类疗发是神奇的 但为什么现在还不是那么多人认识呢? 其实很多新的事物都有这个问题 虽然同类疗发也不是新的 我都说了,有250年历史 但是到今时今日呢 其实起码在香港,在亚洲 认识的人至少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那个语文关系 因为同类疗发的资料的组织 其实都是用那个 都要靠那个英语 或者欧洲语言来组合 尤其是那本字典,我叫reparatory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工具很重要 我很难够能够将这本字典 成为一个中文 你查的时候其实挺难用的 但如何都好,大家都听过了 曾几何时,我们的人相信 我们的太阳呢 就是围绕地球转的 是吧? 那有人提出,不是啊 其实我们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 以及地球有自转的 那当时相信的人是否很少 是吧?被人取笑得很厉害 那在医学界呢 那有一位Dr. Harvey 好像是William Harvey 那他提倡我们的 我们的血液循环呢 是有双重的血液循环 就是由心脏去到肺 那接着呢,由心脏去到整体 那这个血液循环的学术呢 当时他提出的时候呢 亦都很多人嘲笑他的嘛 那虽然他是由真正的解剖学呢 都看到的 那所以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小数的物件呢 不是代表那样东西是不正确的 你记住这样东西 那很多时候呢都是 就是不是很多人认同呢 都有很多因素啦 那我也和大家分享过啦 那虽然和廖花有这么一个历史呢 今时今日呢都被 被人来批评啊 来都 襲击很多的 那主要就是因为 药厂赚不到钱啦 那第二呢 他真是医生也都赚不到钱啦 那 那 和他的那个 就是学习和疗法呢 其实呢都是比较是属于 就是挺困难的 嗯,和花时间 是吧 是是挺花 挺免的 就是你不可以 就这样听个病的名字 听个病症 就在那里下药 其实是很难的 嗯,那你看看呢 那难到什么地方呢 那接着呢 Bernet呢 就讲另外一个案例了 他说几年前呢 那我就去到伦敦呢 有一个寡妇的 去照顾其中一个寡妇的小朋友啦 那这样 那 那因为呢 他已经当时呢 就已经越来越出名了 那很多朋友都推荐他 那他以后呢 就去到这个地方啦 那遇到 那那个主人呢 那一个寡妇呢 就 他说呢 其实我有些事情 我自己也有些事情 我想你帮帮帮忙的 那他问他什么呢 那他呢 那原来呢 他有一种什么病呢 是一种发难发抖病 就是冰到是打烂症 嗯 他说呢 没有人可以帮到他的 那出现了这个问题呢 是怎么出现呢 他说通常呢 那他说呢 他说呢 他打烂症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打烂症 整个人发抖 那样 那一一一上床 一躺下 那样 那他说呢 他打烂症到什么程度呢 静静牙胶呢 牙关呢 就卡卡卡卡卡卡卡的打烂症 整个身体呢 是冷到震到 整个床都会移动的 那么夸张 那么夸张 好了 那他说呢 他患了这个问题呢 都很多疑然的了 那也都很多医生呢 都都都看过呢 是没有人能够帮得到他的 那竟然呢 他说呢 他直接呢 也都看过呢 五位呢 妥为具有名气的 五位那么多 同类疗法医生呢 就是不要说 就这样看普通那些 对抗性的医疗的医生呢 他也都试过呢 看过五位 当时都所有名气的 同类疗法医生的 那其中有个医生呢 Bernard知道呢 他最后来就放弃了 同类疗法的 嗯 他觉得啊 同类疗法都不行的 他自己用过之后呢 自己都放弃了同类疗法 那跟着呢 整天都批评 他都取笑同类疗法的 好了 那虽然是这样的情况呢 那Bernard呢 结果用什么呢 又用回盐这个疗剂 来到就是将这个问题 又是盐 很快地 和呢 就是很徹底地呢 是将它呢 是完全医好了的 那所以你说 那如果真的有些人呢 是很爬洞 就是这样看 是 如果一个人呢 是 是 如果一个人呢 是 如果一个人呢 也是 不喜欢海的 那香港也挺糟糕的 香港就是四面还海 那如果 确实觉得呢 去到海滩啊 或者游船河呢 是很不舒服的 那一个人呢 是瘟瘟瘟瘟的 怕光的 不喜欢太阳的 常常是戴着太阳眼镜的 那颈部呢 是瘟瘟瘟的 那如果它也是 即是 打眼泡怕冻呢 那就不妨呢 可以尝试一下 用盐 这个疗剂了 OK 那所以 就是 一个这么简单的 药物呢 但是那个治疗方面呢 其实是很广泛的 好了 那接着呢 Wenna Yen-san 这么说呢 他说呢 即是 你不相信 一个这么简单的食言 一个调味的食言呢 是竟然 在医疗方面的效果这么厉害 那么他说呢 在我手上 就是我医疗的病呢 包括就是 法兰症 或者那个皮 左边的皮的脏大 痛风 便秘 还有呢 就是那个神经痛 神经痛呢 他曾经那几宗呢 都是用盐 好了 那接着呢 他就说 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是很有趣的 那么他说呢 他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军官 有一个太太 那么呢 就 由 印度回来 你知道吧 以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很多英国人呢 那些军官在那边住的 那么呢 就英国回来呢 就跟着呢 就是 找 Dr. Burnett 帮忙 那样 那他有什么的问题呢 他说呢 这个病话呢 其实呢 他那个 他老公的朋友呢 就有一家很漂亮的别墅 在Sucksack 那个地方下 有一家很漂亮的别墅 但这个别墅呢 就是在 建筑在海边的 那样 他说呢 他每次都 即是要去呢 他觉得都很保不安的 那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呢 这间 这间 这间的地方 美得很漂亮的 OK 那当然呢 我就去不了 因为我去到那地方去住呢 我也是觉得 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 总之他人是周身不聚财的 那原因就是呢 即是近海不行 是 那大家都猜到 Bernett用什么尿剂呢 又用盐 绿丝 即绿丝的盐呢 那就来治疗 这位病者 那没多久呢 这个病人呢 就是不单只可以很舒服地享受 这个大的别墅 那直接呢 就可以呢 就坐在海滩边都完全没问题的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成为 转体成为同类疗法的 第十九个原因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一个这么简单的盐 是一个食盐呢 你猜不到呢 在Bernett的手上呢 他能治疗那么多那么多的症状 嗯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呢 如果一个 如果你遇到一种 一种健康的问题 那最重要呢 就不是说他什么病 什么病 最重要呢 他的整体的症状呢 是不是符合盐症 嗯 那我曾经都跟大家说过 一下 盐症有什么特征呢 那如果你找到这些特征呢 那你就可以采用这个尿剂了 嗯明白 继续 那他说了很多关于盐 那他就说呢 或者我都暂时不要再说 那么多盐症状了 那他说了另外一个案例 一个普通医生 就是一个普通医生 那就是 那他有个病人 那他呢 就是 都是住在近海的 OK 那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女士的太太 那这样 那是 在有一个 夏天 就找他 那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那他就是 有一种严重的 头痛 嗯 OK 严重的头痛 那头痛呢 那头痛呢 是后尾枕那种 严重的头痛 那令到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那个生活 就是很 就是很痛苦 那他差不多 痛了成十二个月的 他每天早上一醒呢 就已经发现 这个头痛就出现了 还有一种 霍霍声的头痛 那当他驚奇离的时候呢 他头痛呢 就变成是前压的头痛 OK 那么他的左边的 卵巢呢 就有少少胀 和有少少痛 不懂的 嗯 那 那 结果呢 Bernet就用了哪个疗剂呢 就用了 ZUYA 那七八 ZUYA ZUYA 来到 来到 处理 那用了很高分能的 的质药 那就是间歧性的 给他 就结果呢 是将他这个问题 就完全 就好了 好了 那 好回来之后呢 这个病人呢 都很有趣的 他就等了三个月 看看是否再不发作呢 那 真的三个月都没有发作呢 那 于是乎呢 他就写了封信呢 就多谢 Bernet 医生呢 用这个方法 用ZUYA 30C呢 就医好了 这个很严重的 头痛这个病了 嗯 Bernet说呢 这个是我 第二十个原因 我成为同类疗法医生 那医生呢 那医生呢 刚才你提到呢 有个case 有个病人是发冷的 那他看了五位医生都不好啊 那其实同类疗法医生 是不是真的那么少呢 那其实呢 他不是只看五位医生 他看过很多很多医生的了 一个很有钱的寡妇来的 嗯 那其实呢 他那么多医生里面呢 也都看过五位 妥有妥有妥妇 即是挺出名的 同类疗法医生 那其实也没有一个人 医到他的 那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经常都遇到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就算在同类疗法医生的社团里面呢 都有很多争议的 就是有些医生呢 就认为呢 那个疗剂呢 是要用高分能的 嗯 有些认为是要低分能的 那也都有一些医生呢 就认为呢 如果那个疗剂是没有任何的物质成分呢 他是不会用的 那就是 其实这个争议其实很多的 那也都有一些医生呢 认为呢 同类疗法呢 就是有些病是医不到的 譬如有些医生认为呢 是严重的那些 那些器官破坏的那些病 或者癌症呢 是医不到的 那医生呢 也有提及的 其实很多的医疗的 那个局限呢 是 是不应该受制于那个医生的局限 嗯 比如那个医生 医某种病 或者他自己经意上是医不到的 那他就 以为呢 就是 是医疗疗法医不到的 其实不是的 嗯 其实医疗疗法 是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功能呢 是 就是 是 是非常之大的 嗯 但始终呢 能够用得好的 疼疼疼疗法医生呢 可以一直都不多的 那我最近回到北美洲去满地河啊 去读 再跟回一些以前的老师再跟进 那大家都听到他们说了 在北美洲近年来呢 学习同学疗疗法的人呢 那些医生是开始又少一些 嗯 为什么呢 嗯 其实他们也是在探讨中的 嗯 那是不是同学疗疗法 嗯 就是 整个性 整体性是 是越来越少人用呢 其实不是的 在印度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 同学疗法是医生最多的 有成一百几十间同学疗法医学院 也有很多医院的 那医院里面照顾的病 是很严重的病 创伤性的病 就是不是一些普通的功能性的病 那么简单的 那所以呢 我最近也看了一份刊物说 他说 同学疗法在印度呢 近年来的增长率是差不多30% 一年30% 那是很厉害的 也是很厉害的 是很多的 就是也是时候的了 那我觉得呢 为什么很多 在北美洲呢 那可能一个风气 就是很多同学疗法沉没了 都一段时间了 嗯 在美国来说 虽然只剩下五间医院呢 前身是同学疗法医院来的 那但是他教同学疗法呢 最后那个西医医院里面呢 教同学疗法是一九四多年的 好像哈尼曼那间医学院 那但是跟着就没有人再教 就是起码没有这个 没有同学疗法学的了 嗯 虽然前身是同学疗法医学院来的 那我觉得呢 就是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风气啦 一出一推到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那时我就开始在北美洲学的了 那就 轻盛了这么多十年了 那可能到某现在的阶段呢 可能新的人呢 加入的人呢 就可能已经饱和了啦 嗯 那么旧的人呢 就是继续学的人都有的 但是很多新的班呢 我知道呢 就很多时候都开不醒了 因为就是学生不是那么多了 嗯 那其中一个因素呢 很可能呢 始终呢 和疗法都是比较很难的 就是也都很浪费时间的 就是你要做得好啊 是需要时间的 那虽然呢 布云拉呢 他是一个很很忙的医生来的 他就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好像有很多小孩的 那他们就不是住在伦敦了 因为始终伦敦都是一个大城市啦 嗯 那住大屋呢 很可能都是 就是都不是那么好的环境啦 那尤其是早年一百多年前啦 是 伦敦可能是很污染的 是很污染的 嗯 那布云拉呢 自己就住在一个酒店那裡的 哦 是啊 那就上班 就在那个诊所去看症 很忙的 一下子看得黑 那跟着呢 就去那个城市的一个酒店那裡 就过夜的 嗯 那到周末他才回到自己的 就是郊区的大屋 那有很多很多小孩的 那他就继续 就是说他的那些案例啦 那他呢 那他呢 这个是一个女士啦 51岁的女士啦 那他出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精量过多 就是所谓叫做血崩 就是崩漏 那样 那我在香港我都遇过的 通常在香港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病人多数去看医生呢 都是叫被人割了子宫的啦 那很多人的割了子宫呢 都是因为那个那个 那个精血过多 那些人都医不了 而不懂这些东西 那最简单就是割了子宫啦 对吧 就是那个器官都割了 就是没得流血啦 那样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去找Bernard医生啦 那这样 那他说 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这样 他说他这件问题呢 是15年前呢 他出现了一个流产 那自从出现了流产之后呢 他就一直有这个 有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Bernard医生呢 就结果用哪个疗剂呢 用鱼 鱼 200C 就将它彻底医好了 那 那 那 他跟着呢 他就 就是 那整个人 医治过程里面呢 他整个 那条腰全都瘦了 好似一个年轻的女孩 那样的 那当然呢 在期间呢 除了用鱼 鱼是主要的疗剂 他用到 也都用那个蛇毒啦 Lecasus啦 Tit啦 Ferum啦 Suya 质拍啦 和Anika 那样的 那他都有用过不同的疗剂 那但是呢 是鱼这种药呢 是绝底是将它医好了 那 那 医好了 之后呢 就连续三个 三个 三次回来 就是他说 几个月 几个月回来 是完全无事的 那他最后呢 都是用鱼1000C 1000C 比较高的分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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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用这个案例呢 他说呢 这个 这次呢 他所用的疗剂呢 是全部用高分能的 就是他用高分能的 就不是用低分能的 那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12C 这个疗剂 去到12C 是只剩一粒分子 在那 那 那你知道呢 去到1% 2% 2% 简直可以这样说呢 是天文数字的稀释呢 是基本上 完全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 你看一下 那 那 那 只是用一些高分能的疗剂 其实里面什么的成分都没有呢 就完全把它医好了 那 而这个病人呢 肯定过去15年 这个病呢 什么药 大量的物剂 就是质量的 剂量的药 都试过了 是不是 那竟然最后呢 他就用这个疗剂 一个轮的疗剂 就是搞定了 嗯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用高分能 和低分能呢 是的 那这个呢 也是在同学疗法 一个很具争议的课题 就是有些医生 一定用高分能的 他只用200C 也有些医生 用1M 就是一千分之一 一千分的 一千分之一 所以是高得很厉害的 所以很难说的 那就是 什么情况之下用呢 Bernard医生 也有人问他 什么情况之下用什么分能呢 他说 某个程度上 我的剂量呢 就是我用多少 或者用多少 或者用多少 是视乎我那个 那个 那个 同类 那个程度 就是那个配合的程度 叫Simility 就是如果那个疗剂呢 是越接近那个病征呢 那你可以用高的分能呢 嗯 有些医生就是用一剂 然后观察你整个星期 再用一剂 那就是有种的做法呢 Bernard医生说呢 他说呢 如果你那个阵型是很接近呢 那你可以用高的剂量 那你就不用用得太密的 那如果你说呢 你的阵型呢 就是相似 但是也不是说 很相似很相似呢 那你就要用低的分能之下呢 就用得密一点的 嗯 所以有时候呢 他用几粒糖粒 那有时候呢 用200C 那有时候用 一个星期用一次 那有时候可能呢 就一有用四次 用那个低分能 用那个草药的成分 那所以呢 那个视乎呢 是那个剂量 那个疗剂呢 那个吻合的程度呢 是吻合到什么的阶段 那如果你吻合得越高呢 那你就可以呢 就用得很少的 那如果不是呢 就会没有那么好 就是你要用回多些的 那你始终记住呢 人是有成 那么多种人 有那么多亿的人 是 病是那么多种 那疗剂其实呢 都是有局限的 今时今日有一千多种疗剂 那在Condamburn 那段时间 可能只有几百的疗剂 那你很难呢 可以说呢 找到一个疗剂呢 是绝对呢 是百分之一百吻合的 那这个的机会就不大 那所以你一看到呢 就算那么厉害的Bernard医生呢 他都是用很多疗剂的 他不是每次中的 对不对 有些帮不了的 都要试一下 那都要是 就是用不同的疗剂呢 就一路一路这样 一路这样疏减 一路疏减 那到某个程度呢 他用一个疗剂呢 就稳合得好一点的 那那个疗剂就会好一点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接受的 和疗剂呢 始终在配药方面呢 都是局限于那个 药的局限 不是所有的药都是 就是可以配合得百分之一百的 好了 接着他说另一个例子 是非常之有趣的例子 那他说呢 有一位医生呢 Wilkinson Dr. Garth Wilkinson 那有一次呢 他就去冰岛 去度假 那他发现呢 在冰岛那些草原的那些动物呢 在那儿吃草的那些动物呢 就出现了一些症状呢 就是他那个 那个下巴那里呢 就很多些骨 骨楼在那里的 就是和那些脚呢 是软了的 很多骨楼的那样 那他当时呢 就观察到这样东西 那他呢 于是乎呢 是将那个 冰岛的那个火山 叫做Hekler 那些火山泥呢 就带了一部分呢 就拿回去呢 就将它制造一些 和他聊的药物了 那就是他想到 为何这些动物 这些这样的羊啊 动物呢 在那里吃草呢 就有这种骨楼呢 那他估计呢 就因为火山 冰岛的那个火山 那些泥呢 造出的土壤呢 是会令到这些 动物呢 出现这个病症了 那就是说呢 骨齿骨楼呢 那这个疗疗呢 就是冰岛火山泥了 又有关同的 到1980年呢 有一个年轻的 15岁的女士呢 那就去找她 那原来呢 那她发现呢 她的脚跟呢 在右边的脚跟那里呢 那里呢 出现一块骨齿 不是骨齿 只是一块骨楼出现 那这个骨楼呢 平平地呢 差不多半个合图 那样的 那有时都会 有时都会有时 有时觉得痛的 那除此之外呢 她没有什么 那其实所有东西都好的 牙齿也好 那这样 那她就是 可以这么说呢 就间中啦 冬天的时候呢 可能会生冻疮 那Bernard医生呢 就用那个冰岛火山泥 叫Hector Mountain Larva 5C 那就给她每天吃三次 每次五粒 那这个是说 7月3日见医生 那到两个礼拜了 7月17日呢 那发现骨楼呢 已经小了很多的 那还有呢 就没有再痛了 那好了 接着呢 就到下一次见的时候呢 是到了9月25日了 那整个骨楼呢 完全呢 就是没有消失了 两个比较呢 那个脚筋比较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完全是没有异样的 那你知道呢 那这个的火山泥呢 当然了 火山里面那些泥土 有什么成分呢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呢 嗯 包括直含 包括韧 包括鋁 aluminar 包括钙 meme 也都有些什么呢 有些是铁瘦 products 所以呢 就这个火山泥 原本将它成为同理疗法的疗剂 可以说是完全处理得到 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一般的西医有什么可以做呢? 在当时来说 他们可能会用颠酒去查环柱 有没有办法可以吃一些东西 令到一块硬块完全可以消失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在对抗性的医疗里面 就是用对抗的方法 有什么对抗骨瘤是没有的 同类疗法的原则就很好用了 因为我们知道火山泥 冰岛的火山泥是会制造骨瘤的 所以骨瘤病人 用火山泥做出来的症状 就能医治得到的 我们记不记得 何里会有出去的Mask 那个Share 那个女歌星做的女主角 有小孩的面是整个变形的 要整天掩着 因为整个面都是骨瘤 骨瘤都关闭了 在同类疗法来说 它这个阵型可能用冰岛的火山泥 就可以医治得到 在我们香港 有很多骨尺 骨尺也有很多疗剂 火山泥是比较是骨瘤 尤其是下巴里面有些畸形的骨瘤 可以考虑冰岛的火山泥 明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 跟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Dr.Bernett 那么有趣的案例 或者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预约时间 打这个电话 25773798 就可以和袁医生预约了 多谢袁大明医生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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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